你怎麼會有一個人的歌曲? 我覺得我原住民就是 因為對土地就是心存一種敬畏 所以我們的歌聲也是來自這邊土地的那個力量 我覺得可以讓國外的很多聽眾去聽見 哇這個就是台灣的聲音 台灣的力量 這首歌是我前三年 那時候跟部落青年會去參加 在菲律賓跨國原住民抗爭運動 然後那時候想說我們有能力去出國去幫忙 可是回到自己的家鄉 我們能做怎樣的自己 如果你從你自己做起的話 我覺得力量會很大 所以我就希望說 好我也是部落青年會會長 那我從我自己做起 可能旁邊的人在跟隨我 我就覺得比較有那個力道 我大概我十一年前我就回到部落 然後又回到自己家鄉 然後我們恆春半島的傳舞樂器 那個是閩南的樂器 沒錯就是樂琴 然後我那時候回來 我就開始接觸這個閩南的音樂 我其實是透過閩南的音樂才開始回來 找尋部落的聲音這樣 那我一直拿著這個樂琴 很多人對我質疑說 你原住民怎麼彈樂琴 我以前都會講說 我恆春半島這個是我拿這個樂琴 對我來說很理所當然 可是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怎麼把它變成 跟自己是何為一庭的這樣 我一直在去找它的力量 它的感覺 我可不可以編得 它是原住民的樂琴耶 它那個風格 我一直在找 所以這次創作這首歌 我又想說 我不要用吉他去寫 我有時候寫歌也是會打鼓啊 就清唱這樣 我想說那些都不要 我試著用樂琴看看 它只有兩條弦 然後 兩條弦 它到底可以彈出怎麼樣的力量 就像路可世的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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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這樣 這次結合到 結合到電音 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說 那電音的 它居然還保留了 裡面那個樂琴的彈奏 我覺得很新奇啊 對啊 不知道 如果外國人在聽 他們會不會對這個 欸這什麼樂器 會不會對這個樂器好奇這樣 齊唱我覺得那個是最有力量的 你一個人要唱這麼大的歌 你自己撐不起來啊 就像我們部落常常 我們在唱歌都是大家一起唱的 其實從全部一起唱歌的那種生活 要回到你自己是個人的時候 我覺得很難 你有時候 那種難是 你可能一個人站在那邊 你連站都不知道要怎麼站 對 如果很多人一起這樣跟著你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被支撐的感覺 就是被支撐的感覺 我覺得 這是這首歌的力量 很堅定 可以拉 可以拉這樣子 可以拉去支撐 你看那個聲音 然後放著喇叭坐在前面 然後回蕩有沒有 很像就是 他好像在講整個 整個台灣原住民的臉孔 那個輪廓就是很立體這樣 不是忽遠忽寂嗎 有台灣族的輪廓 有阿美族的 有周族的 對 我就覺得那種 很像 很像原住民輪廓很立體 這個音樂這樣子